土耳其跟叙利亚边界发生规模7.8强震 今天是第六天了 搜救工作持续的进行当中 虽然说救援黄金时间已经过了 救难人员仍然不放弃希望 各地也陆续有好消息传出 像是土耳其有一名小女孩 在瓦砾队当中受困超过了110个小时之后 顺利获救 还有一只小黑狗在地震当中受了伤 但是放不下生死未卜的女主人 不愿意离开失发地点令人动容 而这起强震到目前为止 已经造成超过了23700人丧生 土耳其叙利亚7.8强震后第五天 灾区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生还几率越来越渺茫 但仍有零星好消息传出 土耳其的重灾区卡特曼玛拉14 一名小女孩在瓦砾堆中 受困超过110小时奇迹生还 另一名男子大难不死 也被送上救护车 哈塔伊也有一男一女幸运获救 这名年轻男子被救出时相当虚弱 但仍意识清醒 能用微弱的声音跟救难人员对话 救难人员找到另一名年约30岁的女子后 用担架小心翼翼地把她送上救护车 让人士气大震 稍早搜救队还在当地救出了一名 受困108小时的男子 救难人员从上方把担架 吊挂进受损的间屋内 男子被固定在担架上 最后众人同心协力 以接力的方式把她送上救护车 哈塔伊还有一只中拳小黑 自己在地震中受了伤 但放不下生死未卜的女主人 迟迟不肯离开事发地点 令人动容 叙利亚西北部的贾伯来 也有佳音传出 先是一名年轻男子获救 现场响起一片欢呼 随后救难人员在倒塌的建屋中 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 先是为了她喝几口水 接着把她送上救护车 母子两人双双获救 土恤两国灾情严重 各国赈灾物资不断涌入 全球民众都希望尽一己之力 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无连哲编译